霍华德点了点头 我又道 但是最近 他姐姐有了不同的心理感应 而且 我相信 我在他实验室中找到的那一批文件 正是张小龙的心血结晶 是野心家所一直未曾寻获的 霍华德面色巨变 道 你是说 这批文件已落到了野心家的手中 我道 大有可能 而且更有可能 野心家在掌握了这一批文件之后 已经害了张小龙 因为张小龙的全部工作 都记录在这批文件上了 霍华德默默半赏 道 为先生 我们无论如何 要追出一个头绪来 我拿起笔来 写道 我们唯一的办法 便是将自己做耳 霍华德已怀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去写道 野心家要害死所有 知道这件事的人 以便他们的阴谋 在最秘密的情形下 得以完成 我们两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我只写到这里 霍华德便点了点头 表示他心中已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 他们既然会来害我们 那我们就在有人来害的时候 捉住火口 以追查线索 霍华德并不再停留下去 道 我们在通消息 我握了握他的手 道 祝你平安 他苦笑了一下 道 希望你也是 我们两个人 都明白自己此际的处境 所以才会相互这样地祝福对方 霍华德走了之后 我仍将自己关在书房中 如今 我已明白 所有已死的人 都只不过是因为知道了这个秘密的牺牲者 凶手 野心家 自然是放毒针的人了 霍华德怀疑野心家以巴西为基地 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至少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基地在南美 我和霍华德 像是两个在等死的人 但是我们却不甘心死 而要在死亡的边缘 伺机反扑 如今 我根本没有办法定定行动的方针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我在书房中待坐了很久 才接到张小娟的电话